咕嘟咕嘟在喝水呢 这是真能喝呀 这里这么多这个海红 刚下来 哎呦这海红大了 长大了 这平时都没有人吃 到了这个季节飞了 哇 下前来这怎么 这怎么刚下来桶就满了 这是从那边 让这海红的街坊冲上来的 昨天晚上那个风浪挺大的 看 我们这边 仰海红的挺多的 就放在大海里边仰 现在应该飞了 你看好多啊前面没有好多啊 这真的满了一下子爆桶 对面摘一个看肥不肥啊 像我没看它肥不肥就这样 你看 经满坑的 这个肥度可以 踩一下就知道了 这刚来就爆桶了 这怎么办 这边还有 装不了 这个装不了不要了 太大了这海红 发现硬货了 再吃海草 给你们看看 为什么海参是这种颜色 它吃完这种海草了 就变色了 就变成这样子 发费了这 呜 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吸的好紧啊看 呜 就变开了 今天我这是捡到宝了 这是 龙鳞鱼 那 关键是 它是活的 这种鱼啊 一般情况下很难见到活的 它跟鲨鱼差不多 出水以后很快就死掉了 这种鱼大的在我们这边 都能卖到200多元一斤 这种小的也不便宜 搁浅了在这边 哎哎哎哎哎哎 早知道 真好看 上来就给我牺牲了 哎 我姐妈咧 这一看这就是个年轻力重的小姑娘 还涂抹了 刚才 那 这个巴掌鱼还真的不朽了 你看 我再给你找一个小伙子 哎 我姐妈 呵呵 这么猛吗 呵 哎呦 吉所罗 我还以为这个是小姆雅螺 好心都不用了 这吉是罗 这种鴿头就是大的 嘿嘿嘿 哎呦 这个大呀 meditation 屁股往外沉了 哎呦 area 摸眼罗一个 这是要发胎的节奏吗 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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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差点摔倒 黑炉一个 两个 两个大家伙 接着整 慢慢的这个黑炭也出来了 在过段时间 种的老高的时候 这边就有海鲜了 很多海鲜就喜欢吃这个东西